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涵盖国家安全20个重点领域 预计一年会有超过10万人参观 走入国家安全展览厅 第一眼见到的在这面接近两个人高的五星红旗 是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实施当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 也都展示港区国安法立法前后 到本港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一路走来的历程 包括2014年占中和2019年反修例事件 警方执勤用过的装备 警告的旗次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包括20个领域 展览中也都一一谈及 其中关乎国家竞争力的科技安全 有机械狗造代表 太空安全就有常俄5号 4年前采集的月球土壤 还有国之重器 蛟龙、雪龙代表深海和极地安全 另一个较大型的展品 是由国家博物馆宋正 开国大典油画1比1的复制品 描绘新中国成立的一刻 是首次在内地以外展出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期望市民参观之后 可以增进国家安全的认识 可以说的是我们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中的宣传工作中 一个新的旅程碑 预计一年应该有超过10万个朋友 能够令到这个展览厅参观 为了保护展品 和顾及其他人士的安全 参观的市民是不可以用自拍的器材 脚架或者闪光灯 报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教育局建议中小学筹办多元化的庆祝活动 而在新学年的重要日子 应该举行校本国民教育活动 教育局向中小学发信 要求在2024年25学年 全面规划校本国民教育学习活动 在重要日子配合相关的学科和课外活动 深化学生对国家重要历史事件 和人物的认识 并且培养维护国家安全意识 外国情怀等等 局方特别提到 今年是国庆75周年 学校应该筹办多元化和国庆的活动 营造热烈喜庆氛围 根据局方活动规划年历 校方应该在国庆日 或者是前后的上课日 举办多种形式庆祝活动 例如升国旗、唱国歌 透过学校逼步介绍国家发展 学生应该就航天工程 粤港澳大湾区等进行专题研习 至于其他传统节日和重要日子 好像中秋节 中共建党周年 都有相应的活动建议 另外康民厨综在下个月22号 在中西区海滨长廊 和湾仔临时海滨花园 举办国庆维港开心跑 年54岁的市民 在星期四上午8点半开始 可以经SmartPay 康体通 流动应用程式 网页或者智能自助服务站报名 明有750个 参加者跑完全程5公里 可以获得纪念奖牌和礼品 厨统也鼓励参加者 穿华服或者配合国庆元素的服装 各族最佳华服风格奖 大会当日亦会举行家电话 包括国庆表演 宠物造型比赛 和香港结出运动员成就展览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谦 回来新闻时间 大学联招今早早9点公布结果 中大和港大率先公布收生数字 中文大学公布取六三位 在中学文憑市考获六科五星星 和在数学延伸科考获五星星的超级状元 和考获六科五星星的两位状元 五个人将会入读内外全科医学士 和相关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收组别课程 另外取录了十六位考获五科五的榜眼 经联招一共是取录三千零一十九个本科生 而香港大学录取四位考获六科五星星的状元 连同考获四科五星星或以上的同学 分别是入读内外全科医学士 工商管理学学士和牙医学士等课程 香港工商界就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组织宁波香港企业家的回信 举行座谈会 中联办主任郑雁红在会上呼吁 工商界投身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洪流 国家主席习近平 早前向两个组织宁波的香港企业家回信 肯定他们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并期望继续发挥各自优势 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大局 工商界就此举行座谈会 应要出席的中联办主任郑雁红 宣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指导意见 说香港从游乱导致 走向游字及兵的新阶段关键期 习主席回信时机特殊 内容精要 包含心情意义重大 期望香港企业家学习贯设讯件内容 和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 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 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 继续传承爱国心 积极识变应变和求变 郑雁红说习主席的回信 在香港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令工商界配感振奋和鼓舞 赋予投身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洪流 香港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大局 有基础 有实力 目前更有新路径 新优势 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发挥香港高度国际化 国际装业人才富级 普通法体系对接 两文三语 便利往来等优势 服务内地走向国际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同场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香港会继续对接国家发展 在继续深耕原有的传统市场的同时 积极拓展新的市场 其中对接好国家发展战略 香港会积极开拓 一带一路 以及全球的南方国家市场 成为他们的金融贸易 和跨个供应链管理中心 出席座谈会的收信人之一 已故船黄包玉缸大女包培兴说 凌波精神如同狮子山精神 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说好香港和凌波故事 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心说 希望未来培育更多青年工商领袖 成为爱国爱港的推动者 推动工商界更好融入国家 无线电视记者南浩杰报道 平机会调查发现 部分商场和政府处所 仍然未有浴鹰同步雨室 因为政府倡议威报母雨 就应该带头增设更多的相关设施 平机会的调查 涵盖50个商场和50个政府处所 发现有10个商场和8个政府处所 没有浴鹰和暴雨室 它们近乎全部都在2000年或之前落城 超过一半商场和近四成 政府处所的浴鹰范围面积 未符合相关作业被考的建议水平 整体大概一半浴鹰和暴雨室的门 可以轻易见到内部 未能够保障到用家的私隐 停机会在去年6月至9月 亦都以问卷 访问了1400名 胃部母雨或者习雨的女性 超过百成受访者认为 公共场所应该提供 更多胃部母雨的设施 不少认为现有的设施质素参差 而在过去三年 接获17宗相关的投诉 当中3宗涉及服务提供 10宗涉及公司的层面 除了说不希望他们在里面做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是配合不了给他们 比如他们在公司上 在设计上 他们说其实没有一间房 或者没有一个适当的位置会给他们 他的上司 男上司就要求 他要在有CCTV范围内 才可以胃部母雨 其实这个都是他的私隐有影响的 至于这些做法 是不是涉及违反性别歧视条例 评计会说 关键仍要视乎 雇主有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例如作出处分或者交叉的待遇 届时才会属于歧视 评计会建议 政府可以制定暴雨室奖励计划 鼓励地产商改善现有的设施 令人都慢慢可以受惠 无视电视记者 不止乔布道 国际方面 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美国副总统何錦麗 选择名利苏达州州 首长玉宜之为副首 何錦麗星期二在社交网站公布 已经邀请玉宜之拍档 很高兴有她加入团队 玉宜之现年60岁 做过国民警卫队同教师 也都做过众议员12年 2019年起出任名利苏达州州长 她被视为长期代表农村香郊地区 分析认为 选择玉宜之做副首 反映何錦麗的竞选团队 希望重点巩固 明尼苏达等中西部州份 对民主党的支持 蒙格拉联日示威和流血冲突 总理哈西娜辞职离国之后 一日国民议会解散 示威学生代表提出 由诺贝尔和平掌得主 尤老师领导临时政府 印度政府就证实哈西娜身处当地 也都有报道说 她可能会去英国寻求政治庇护 哈西娜辞任孟加拉总理 并离国之后 首都达卡星期二 继续有示威者进入她的官邸 孟加拉总统谢哈布丁宣布 在和三军参谋长 各政党领导人 民间社会代表等讨论之后 决定国民议会立即解散 她也都已经要求军方采取行动 保护民众生命和财产 并要求各方积极维持国家经济 行政和产业正常运作 郑哈布丁也下令立即释放前总理齐亚 她曾经在1991到95年执政 是孟加拉第一位女总理 2018年因为贪污罪成被判监 对于军方早前宣布会酬早临时政府 郑哈布丁说 临时政府应该由各党派和利益相关者协商组建 并尽快举行大选 有示威学生代表说 不会接受由军方领导政府 提出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84岁的孟加拉经济学家邮老师 领导临时政府 并会提出更多内阁人选 邮老师发言人说 邮老师已经同意示威者要求 很快会由法国巴黎回国 邮老师上个世纪80年代创立香川银行 向孟加拉农村妇女提供小颜信贷 协助消除当地赤贫 因为推动经济发展 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但周哈西娜指控是吸穷人的血 国际社会关注事态发展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哈西娜辞职 说中方正密切关注孟加拉局势 作为友好近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中方真诚希望孟加拉早日恢复社会稳定 无线电视记者沉回三报道 大家好,我是何梓恩 大学联招今早早九点公布结果 中大和港大率先公布收生数字 中文大学公布取六三位 在中学文彭市考获六科五星星 和在数学延伸科考获五星星的超级状元 和考获六科五星星的两位状元 五个人将会入读内外全科医学试 和相关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收组别科程 另外取录了16位考获五科五的榜眼 经联招一共取录3,019个本科生 而香港大学录取四位考获六科五星星的状元 连同考获四科五星星或以上的同学 分别是入读内外全科医学试 工商管理学课试和牙医学试等课程 大学联招今日放榜 大学联招修生署留意到有关2024年度联招申请的欺诈电邮 呼吁市民提高警觉 相关欺诈电邮通知申请人的大学联合招生办法申请 因为已经接纳其他途径的取录资格而被取消 强调有关电邮和处方没有任何关系 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备案 大学联合招生署说 处方的电邮域名是jupis.edu.hk 处方也都不会获得任何经非联招途径的申请资料 也都不会这样而取消申请人的申请资格 警方拉了69个人 涉嫌包舌、行劫、抢掠等87宗案件 涉款140万 被捕人士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 警方上个月22日到星期一采取行动 检卧包括粮油食品和游戏卡等等 在多区分别拘捕了51男18女 介乎12到74岁 涉及87宗罪案 包括暴舌、行劫、抢掠、店铺盗、盗舌等等 消息说涉换12岁男童涉嫌偷了店内没人看管的手机被捕 而一个42岁非华裔男人涉嫌在多间超市和便利店 趁人多的时候偷了日用品和食物 在低价卖给集货店 涉盖西九龙区17宗案件 货品总值3500元 警方也都拘捕两个怀疑接装的店铺负责人 警方又在葵坊和天水围以串谋行骗拘捕两个男童 他们涉嫌在社交平台俄清友谊购买特别版游戏卡 以空投支票给一万元 受害人之后发现支票未能够兑现 但是被捕人已经失联 今期后受害人在网上社交平台 看到有人出售同一张游戏卡 于是要求交易并且报警 警方知道了之后就随即进行一个埋伏的行动 在交易的时候将骗徒一望打尽 并且起回相关的游戏卡 案件中两名被捕青少年都只是16岁 因为想赚快钱 所以挺而走险 串谋以弹票党的手法去诈骗一些受害人 警方说留意到若不法分子 趁暑假招揽青少年犯案 重申未成年人士一样要负刑责 千万不要因为赚快钱等原因导致前途进位 无线电视记者南豪杰报道 特区政府说 鉴于英国近日多处地方持续发生示威和街头骚乱 提醒在英国或计划去英国的港人注意人身安全 政府发言人提醒 香港对英国发出的黄色外游警示仍然生效 在英国或计划去英国的港人应该留意局势 提高警惕和注意安全 离开人群聚集的地方 和留意当地就最新情况的公布 保安局也都已经更新外游警示网页有关英国的附加资料 在英国的香港人如果需要协助 可以联络入境处或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回来新闻时间 西九文化区即是起到明年6月 举办四大旗舰艺术节 上演超过600场表演 当局说除了票务收入和赞助等 也都会考虑推出餐饮和纪念品去增加收入 着善乐连成港产片的主题曲 感觉耳目一新 这个是西九文化区在10月举办 自由着色音乐节其中一个项目 除了有本地乐队 也都有来自美国印尼的著名着善乐手 另外三个旗舰艺术主题是小剧场戏曲节 自由舞和西九嘉宾艺术节 不少国际知名艺术家是第一次在香港演出 包括有韩阳诗士丰演奏家Grace Kelly 和早前在法国首映的舞蹈节目《深渊水舞》 9月将会先后在戏曲中心登场 西九表演艺术处相信 除了本地客近至大湾区 远至新加坡的旅客都可以吸引到 最想当然一定是大湾区 因为真的很近 还有很多时候你看到大湾区 现在有一个很蓬勃的文青观众层 去年来说有些观众真的由上海 北京特意飞来香港 看一转再回上去 第二个星期再飞来 所以好的剧好的演出好的节目 就一定可以吸引到这班观众 西九面临财赤 早前获批卖地赚收入 处方说今次的艺术节 都会以不同的方法去开源 穷则变变则通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如果真的有资源上的需要 我们已经想了很多新的想法 我们也想到每一个节目 都会做一定的merchandising 其实现在来着 也在想到怎样可以令到我们的观众 可以在一个饮食方面 比如是喝杯椰 享受更加享受演出 在这方面我觉得都是一个资源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西九边艺术处又说 演艺综合剧长远的 在2025、26年度员工 启用之后会上已经长寿音乐剧 或者是舞蹈表演 无线电视记者 巴黎奥运女子重剑金牌得主 江文慧加入马会任职 对外事务助理经理 马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 谭志源在社交平台说 江文慧将会在未来的星期日上班 协助推行社会公益 青年事务和体育发展等一系列项目 谭志源又说 马会一直致力支持精英运动员的培训 和退役后的事务发展等 好高兴江文慧给马会的宗旨 和核心价值吸引 相信他会在马会进展所长 开展事业证片像 转体下 日本广岛援爆79周年 当地举行纪念仪式 广岛市长呼吁改变 依赖核威胁政策 当地早上8点15分 是当年广岛援爆一刻 众声响起全场密哀悼念 仪式是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出席者包括援爆幸存者 死者家属代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109个国家和欧盟代表等等 仪式里面又放飞多只象征和平的甲 出席者在纪念碑前献上花圈 广岛市长从井一室发表和平宣言 他提及尾巴冲突和俄乌战争 阶劫国际紧张局势 令通往废除核武的道路更困难 要求日本以观察完身份 参加明年3月禁止核武器条约的 帝约方会议 并呼吁改变依赖核威胁的政策 岸田文雄支持的时候说 援爆历史不能够重演 但国际社会在推动核财关问题上出现分歧 强调日本会继续坚持推动无核武世界 但他和去年一样 未有提及禁止核武器条约 岸田文雄在仪式结束后 和受害者团提7名代表见面 与会代表也要求日本参加帝约国会议 但岸田文雄没有直接表明是否会参加 1945年8月6日二战期间 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当时造成十几万人死亡 三日后美军再在长期投下原子弹 日本最终在15号投降 二战结束 无线电视记者黄思琪报道 陕西第一次发现完整度比较高的大熊猫化石 大熊猫化石是在汉中市 一个石灰岩溶洞发现 头骨部分的完整度有九成 其他骨骼化石完整度达到七成 可以清晰见到大熊猫的脊椎和肋骨等 专家初步判断 化石距离现在有二十万到一万年 专家说 以往发现的都是例如牙等 比较零星的大熊猫化石 今次发现的化石完整度比较罕见 对于研究大熊猫的演化历史 具有重要意义